移民看世界您好 今天是我自己要录这一集的时候 feel exciting 你知道吗 现在赚钱很难 省钱更难 可是我们今天又请到了我们的美国理财专家 我们的清语 Frank Shen 他是第二次来参加我们 今天我要让你4000万台币省1000 Frank 你在美国读书吗 是的 美国读书 可能要卖一栋房子 真的 大家都不简单 我们在上一集就已经说到美国的理财 或者是保险费 大概是台湾的三分之一四分之一 或者到五分之一 那么你的保障几乎都是四倍五倍 那你就可以知道这个中间的人均跟利息利率的差别 那么我们大概有80%的人移民到美国 为的是什么 都是孩子的教育 那么很多人未雨绸缪 从小学初中高中大学或者甚至硕士才到美国念书 我们今天就以一个 大部分的家庭大约都是从初中高中大学 甚至到硕士 硕士念不念我们不管 我就先管 初中高中大学 这样子的年份 我大概来帮您预估一下 如果台湾的房地产 各位现场的观众朋友都很清楚的话 我们就以 人爱路台北市大安区人爱路四段 任何一个房子 30坪 大约是4000万的一个价值 妈妈 爸爸 如果你要送孩子去念初中高中大学 这些的年份总共12年 您大概就是要准备一套 人爱路四段30坪的房子大约4000万 但是呢今天我们的理财专家 要给我们一个非常非常 棒的如何计算 如何 从4000万 你可能只要有机会用 四分之一就能够办到 Frank you know I'm so exciting 你知道吗 太多的人想 这个送孩子到美国受教育 他的教育品质 那么你在那边受教育了以后你将来可以进入 这么大将近4亿人口的一个职场 那么呢可能他 父母栽培他的学费 在将来的那个职场上可能才有所可以回报父母 那我想 您在 在你的这个专业领域当中 您上次帮我们分析了退休理财计划 那么呢还有教育基金我们今天就是要focus教育基金 那当然您的服务范围还有投资管理计划 各类保险计划 法律资产保护 海外美国 及的理财计划 我这边还是要讲一下我们这大来宾 你看他非常年轻有为 但他的团队 高达80个人 他可以服务的地方 包括美国 34个州 你是License Collector 好未考试 那我相信这么优秀的人 今天事实上 我觉得如果 你想要透过美国理财专家来 帮你节省 帮你计算 那么你如果是一个外国人 或者你是绿卡 你要怎么样申请绿卡 取得到免费 的助学金 另外呢 你可能是4000万的 All life 小孩从初中大学 的学费 你要怎么样省 剩下四分之一 接下来的话题你一定要听到最后 你才会知道 如何赚钱更重要的是 如何拿美国的福利跟省钱 那我想 就是说在美国 受这个教育 如果你当然今天有了绿卡 那你当然是在高中以下 你都可以念公立的 但是呢我们很多的父母 其实他还是什么样 钟情私利 为什么呢 All in one 你有这个 本科 然后呢加上有这么多的才艺班 当然也包括呢 父母其实可以帮助孩子在公立学校以外 要补习要参加活动 是有困难的 所以呢 我觉得在大学以下 我觉得台湾的父母大部分都还是到私立学校 那如果说初中高中 你一个 年的学费我们比较average的保守一点 4万4万2 你到美国东岸的话是五六万都有 那么你到了大学的呢 比如说在covid之前 或是10年前 大概只要五六万 covid的之前 大概已经到了七八万 就通膨了 好可怕 Franc 现在呢 通这个covid之后 又包括了通膨 一般的学费都是八九万 从这边的一个家总 你大概从初中高中大学 您就是要准备将近三千到四千万台币的学费 哇 Franc 你这边有什么东西要来告诉我 有了身份了以后 有了绿卡之后 你怎么样能够来节省 没问题 那我今天来跟大家就分享一下 那首先我们来看第一张图 那 线上的朋友要注意听哦 那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这个物价真的是 涨得不之所以来 我们看就是我们的名校 至于说我们南加大USD 以及美东的名校 NYU 这些学校都出了我们台湾的名人 对吧 OK 那我们来看看NYU 现在大家统计出来 像官方 他这个学校官方网站 出现的这个数值 叫做coast appendix 就是预估说 我们小朋友 学费加学杂费 就加些生活费 是 已经需要来到多少钱 一年是9万3 好可怕 那 大家看这个9万3里面 他说 吃饭跟housing 只花了2万4 是 大家知道你在纽约吃饭一个月 不可能不花超过1000块 是 再来 住宿如果说一个月1000美金 我跟你讲 我以前也住过纽约 那个连客厅都住不起 OK 所以这个数字的话来说你说9万3 9万5块 这个数字应该是还是 算是低估的 OK 4年念下来 少说也要花到40万美金 或是50万美金以上 那这样如果我今天生两个小朋友 按照今天的这个数字 那我可能就要花到3000万台币 是 是 那这当然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数字 OK 那我们我们帮小朋友去美国 其实就是为了 这个有更好的未来 是 是 那不过呢 我们看一下说 这个有没有机会拿到一些免费的钱 我们看第二张图 那 学校的话呢 其实 呃 我们来看一下 例如说我们的著名的这个纽约大学 是 大家看他这个数字 你在这个Google上一查 你就发现 诶 2021到2022 他当他现在是有公布的 他说 那一年的统计下来 当年的学费没有像现在到9万3多 是8万2 是 不过呢 这些家长 平均 只付了多少钱 3万9 诶 那中间这个钱去哪 是 4万多去哪 是 也就是说 学校跟这些政府机关 其实 州政府啊 联邦 诶 都补一些钱 是 美国政府其实每一年 他花了 120个 billion 这是一个完全是天文数字的钱 再去帮大家 去 缴这些学费 如果你小朋友 有今天拿到了这个移民控 拿到绿卡身份 跟公民 他都有机会去可以申请这个免费 所以那我repeat一下 Frank 你说我们一旦 申请了绿卡 你有了这个绿卡 或者是你将来变成公民 绿卡跟公民是一样的 你不但因为成绩优秀 你可以申请scholarship 你还可以拿一个免费的奖助决金是financial ad 哇那你这个东西 这个地方你大概可以省掉多少 好 那你看看纽约大学的话呢 就是已经可以省到大一半 大家看一下第二张图 南加大 USD 在下一张图 我们 USD的话呢 因为校友相对来说更有钱了一点 大家看一下平均一个家长只付了多少钱 直接省掉一年省掉6万美金 这个是官方统计出来的数字 你们大家自己想一下 全部的国际生都是缴全额 是 跟这些有绿卡公民身份的小朋友 一乡叫 乡家减一乘除 发现 好像拿绿卡公民的 其实没有花太多钱 所以有这个身份差别很大 那这个你要怎么计算 怎么样才可以拿到呢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OK 那 下一张图 老婆我们下一张图 美国政府的话呢 这个著名的官网 大家看到这是government的website 政府的官方网站 它叫做这个 Federal Student Aid 大家可以Google去查 那这个词我们叫做FASA 是 简单来说 官方网站上我们可以去填申请 OK 去申请这个政府的这个免费助学金 是 是 那可是很多人就会说 我好像有听说过啊 或是说 我们家好像挺有钱的 OK 应该是拿不到吧 OK好 那 但是 但是 OK 但是我们大家 就接下来 我们来跟大家 介绍一下 就是说 怎么想有策略性的 去拿到这个免费的 亲爱的理财专家 所以你连这个东西都可以帮我们的父母跟我们的家长来计算怎么样取得 太厉害了 这个 这是我们的专业 是 专业 是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就是下一张图 美国今天的话呢 他这个 FASA的网站上呢 他有一个公式 庶民的公式 OK 那各位在座的朋友我这段会讲慢一点 你可能要重播看一下 那 首先的话我们看到最上面这个蓝色的格子 他剪掉的绿色格子 等于 紫色的这个格子 他在讲什么 我们学校的这个college course each year 学费假设说今年是多少钱 我们无法控制 我们小朋友好不容易身体上一间学校 你怎么不应该说 我妈不让你去念 是 学费假设说是10万块 减掉一个词 那这个词呢 是我们今年2024年一月才出来的 OK 最新的法律 最新的法律 他叫做student app index 我们简称叫SAI 等于说你可以拿到有机会拿到这个免费助学金 OK 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举个例子 假设说我今天学费是10万块 像刚刚那个英文有可能要10万块 是 扣掉这个数字 假设我被计算出来这个数字呢 来是8万块 那我可能一年可以拿2万块 嗯 那如果说 我今天 这个数字被算出来是12万呢 那就10万减掉12万 那我就 一毛都拿不到了 负的了 负的就拿不到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SAI 是不是简单来说 我们要这个数字越小越好 对 越小越好 是的 那么看他这个公式啊 政府提供的这个公式 他说 我们家长的收入 以及家长的资产 小朋友的收入 与小朋友的资产 是非常关键 小朋友这块 其实你很好控制他 对 但是主要就是我们自身 的报税 父母的 父母的报税收入 以及我们父母的这个资产 是 那么看他这个收入这个系数 他乘上非常高 可能乘上22到47 因为每间学校有不一样的这个数字 那另外一方面就是说资产的部分 你看到他都是这个5点多的一个数字 其实不是特别的大 OK 我们来了解一下 是 那 那 再来 很多家长会觉得说 那 我可能 就拿不到 其实在美国 可能就是像我这样的一个 很多人就是在美国工作一辈子 他都拿不到 他说 不太可能啊 怎么可能拿得到 那移民过去的各位 通常情况是怎么样 进 申办绿卡 有Social Security 然后孩子一定要在那边花学费 来接下来就交给我们理财大师了 对 那是不是很多 其实在美国 可能只是陪小朋友念书 没错 所以在父母在那边根本就没有收入 他没有收入 好 大家看到这个数字 你的关键就是说 没有收入就很容易拿到免费助学金 是的 那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 今年的这个 颁发的一个表格 那我们看一下下一页的这个图 所以基本上呢 20个家庭里面 能够在美国工作的 以我的过去36年的经验 一个家庭都不到 所以事实上呢 父母跟孩子一起申办 或单伴孩子的 几乎在美国 都没有收入 除了他有一些投资股票 是 好 那我们今天要非常清楚的去厘清两件事情 一个叫做收入 一个叫做资产 OK 资产的影响很小 是吧 收入影响很大 是 那我们来了解一下 很多这个在美国待一辈子 你问你的亲朋好友 他可能在美国工作 夫妻两个在美国上班 假设我们看左下角这个图 左下角有个他说 左边的这个卡人 他说 这个叫做 combine income 就是夫妻共同报税的这个收入 好 上面这一块的话呢 我们叫做资产 被列入资产做计算 因为有一些 他是不列入资产做计算 是 比如说 我们的自助房买再贵 他也不说只能资产做计算 例如说我们可以用退休账户 退休年金 或是保险这些东西 他都不算都值得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一般的家庭 他报税收入超过25万以上 他的adjustable gross income 看左下超过25万 再算他如果资产被列入资产 为30万美金 我们右下角 SAI的这个数字 就为多少 7万4 你觉得说 学费的部分 我们先不要讲 学费的部分 如果说今天没有超过7万4 完了 我一毛钱都拿不到 这就是很多 住在美国的这个家庭 工产阶级 觉得他拿不到的原因 因为25万的年 正常的家庭应该都有 都在那边 那我们今天纲一鸣过去 是不是 我们肯定没有 我们肯定没有 肯定肯定没有 那如果肯定没有 我们只是靠一些房租收益呢 很多都是靠一些房租 买个房租收益 一些简单的房租收益 或者说 我就是一笔钱在美国 开始要过生活 其实你买一个豪宅啦 你的租金啊 一年能够超过7、8万的 也少之又少吧 是 那么看一下 例如说 左上角的话呢 他就说 假设我今天 我的家庭年数 我就只落在5万块 是 我的资产 一样是30万 情况下 这个数字从7万4就掉到多少了 5000 6500 6500这个数字 是 哇 这个不得了 假设说 学费今年是7万8万 那扣掉6500 是不是中间的差值 都是我有机会可以拿到的什么 奖学金 助学金 助学金 免费助学金 不用去说 我小朋友GP 一定要3.8 3.9 就是说 我家庭可能 收入来源没这么好 那可能政府就是按照合情合法的 会给更多的这个免费助学金 这一块 哇 今天你看我们提到了 大概有四种 第一个是scholarship要看成绩的嘛 第二个是financial aid 大家比较知道的 可是你这是一定要有身份 要有social security number 那么另外一个是fasa 是跟联邦的 那么呢 这个东西呢 在台湾还是少数人才可以拿得到 哇 你今天带来 2024 1月的最新的一个法律 就是什么 SAI Student Index 这个是最厉害最厉害的 所以呢 假设你们家有两个孩子 中学高中大学 这总共的年份 12年 然后你有两个孩子 那你可能要 这个仁爱露 80平的房子 卖一栋 那么你今天透过这四个 你有了身份 有了绿卡了 以后 你有机会 只要 四分之一 这不得了耶 Frank 我觉得你今天给我们非常exciting的帮我们带来的最新2024 1月份的 SAI 线上的观众朋友们 您听到了吗 Franc 我看你要留电话的话 你可能电话会被打爆 不过我真的很开心 您刚从西雅图回来 你这是留到几号 大概在两周后回去 两周后回去 没关系 我们世界线没有距离 随时都欢迎 您可以在线上 或是留言 我们肯定为您回答 4000万省 变成1000万 谁不要省啊 所以你看 你现在办了绿卡 你可以省多少 父母们 你省了四分之三的学费 哇 我们今天真的是非常的兴奋 我们谢谢我们的美国理财专家 Frank 我们的谢清宇啊 我真的是觉得你真的是我们台湾之光 为我们带来今天这么多 我相信呢 教育基金还是父母最关心的 Frank 你下一次怎么回来 可以给我们预告一下吗 我怕你下次回来可能都被我们预约满了 我Summer time 暑假时间还在 暑假回来 所以我们期待我们Frank来帮我们带第三集好吗 那我们现在今天的这一集就到这里 美国移民 移民看世界 我们今天的这个理财专家 尤其是什么 如何申办绿卡 你就可以免费 这个省掉你的助学金 大家 你们都觉得 很棒吗 我们再一次谢谢Frank 我们今天的移民看世界就到这边了 再见 拜拜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